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 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个题目 叫做远离纷争 留言八卦无机之谈 无益处无意义的辩论 都是现代人最喜欢的嗜好 无论是无机之谈 甚至是空穴来风的留言 我们传播的越高兴越起敬 越是没有意义的话题 我们越喜欢参与在 所谓的讨论和辩论之中 更有甚者 我们也很喜欢纷争和增进 最好是能够打全架 因为可以加入纷争又不用负责 可以发泄人类的恶性和罪性 却不用面对恶人的职责 甚至有一种人 不但喜欢纷争与增进 还带着一种 我一定要赢 凡事都要争到底 这样的态度来进行 但是 若是我们稍有生活经历 若是我们稍有人身智慧 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纷争也好 竞争也罢 都是没有正面价值的事情 因为当人跟人 已经没有办法建立正面的关系 当人跟人的关系 被破坏到一个程度之后 谈任何的合作都是枉然的 这就是为什么事要摆在人之后的理由 因为没有关系 其实就没有合作 所以面对团体中 不断制造 纷争 制造 增进 不断要求 所有人都要照着 他的方式来做事 不断挑拨是非 制造混乱 制造裂痕的人 我们要用团体的力量 予以谴责 予以惩戒 以免事情越来越事态扩大 作为个人 我们要适时的逃避纷争 不加入增进的行列 因为人生还有好多事要做 每一次的纷争与增进 都是一次的浪费 浪费我们的才能 浪费我们的恩赐 浪费我们的精力和时间 让所有的事 累积起来的只是 负面的情绪 和身体的疲累而已 所以在团体中 让我们用 建立爱与分享的关系 用合作与帮助的行为模式 来遏制 纷争与增进的外风 在个人的生活中 让我们逃避纷争 逃避增进 以至于我们不会 落在罪恶的引入里面 成为以恶制恶的恶人 我们一起来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